近日傳出高通紐約一收購英特爾 消息是震撼科技業 不過有外媒表示高通合併英特爾是奇怪的組合 無法解決美國所面臨的半導體製造困境 請教寬諒國際顧問何博捷 怎麼看高通併購英特爾的可能性 而這項併購可能牽動半導體業界版圖 是否影響臺積電的龍頭地位 請教您看法 OK 我覺得英特爾的這個困境 可能包含兩個部分 主要就是它在製造的部分 已經沒有辦法追上台積電的腳步 那隨著先進製成的這個 每一代的開發成本越來越高 那台積電的效率又領先全球 所以英特爾在這邊確實是節節敗退 那主要是製造這一端 拖累了它整個設計這邊的一個佈局 英特爾的強項是IP 你沒有錯 製成的開發 很多的技術它都是走在業界的前端 包含這個Super Power Rail 金貝供電 之前講的這個 艾米時代的一些架構 電競體的架構 它都是走在前面的 所以它真正強的地方是在前段的這些IP跟設計跟製造 但製造部分它已經是落後了 所以現在面對的困境就是這兩個部分 長期來看應該是分拆會是比較好的選項 那至於現在很多的這個不管是投資機構或者是同業 包含Qualcomm有提出來說要併購Intel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在產業界來看是比較不make sense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說Qualcomm自己是一個fabless的公司 第一個它沒有製造的know-how 第二個它買它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覺得目前想到的理由是在CPU的這個佈局 就是PC的這個device 它那個Qualcomm雖然已經推出了一個新的平台 也可以在notebook運行Windows 做得也還不錯 功耗能效都不錯 它其實已經自己做出一些突破了 那它買它如果說是為了補足PC的這個補足的話 那看起來其實PC跟Mobile Device這兩東西 慢慢可能會整合在一起 那這個究竟能不能構成一個誘因讓它去買Intel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是 這個ROI可能算起來是不太合的 因為其實Qualcomm自己可以開發這樣的平台 時間是站在Qualcomm這裡 那Intel自己要怎麼去做整病呢 其實Intel現在也引進了很多的這些策略的夥伴 有些機構可能是財務型的機構或是PEFund 這個時候進去協助Intel提供一些funding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make sense 那美國政府當然希望把這個千端製造留在美國 所以Intel絕對是不會讓它去倒閉 那Intel現在做的止血的功能 包含就是海外的一些FAB 它先暫停兩到三年 但是先進製造還是希望留在比如說Oregon 或者是美國的其他的FAB 這邊會持續的進行 還有在Arizona它也有個FAB 這會繼續的做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Intel還可以再調整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看起來大家要去出手去跟Intel談併購 我覺得這些都不太make sense 從產業角度 另外就是地緣政治的關係 就是一旦美國假設綠燈 就是Qualcomm現在要買Intel 那你覺得各國的Antitrust會答應嗎 這個是以中國來講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政治上也是沒有辦法去完成這樣的一個併購 那在科技上面我覺得也不make sense 因為其實Qualcomm自己也有PC的這個平台可以去做 那我自己有從它一個比較有趣的方向 就是或許Intel真的是想要把它spin up 它可以像之前這個AMD跟GoGoFundering 就是把它分拆出來 那分拆出來之後 就是Intel它會有一個尖端的製造設計的部門 有點像是類似IBM這種就是走在最尖端 它可以用技術措權的方式 用一種asset lite 輕資產的方式去經營整個半導體的 推動半導體科技的前進 這個是可以做的 那分拆出來之後的這個製造 當然還是以就是尖端製造為主 那它就變成是一個就是 類似一個Niche的這個Fundering 它有點像是介於這個GoogleFundering跟台積電之間 這種這種中間這個GAP的這個補足這個部分的 這個製程的一個巨人 所以我覺得來看台積電的地位是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台積電已經走在很前面 那如果一旦分拆的話 我覺得分拆可能也是三五年後的事 那個時候的晶圓代光的版圖 可能台積還是走在前面 那Sendzone可能還是在苦苦追趕 那Intel可能就是在補足中間的這個GAP 它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